第五季心动的星号 简直可以说是炼宗的天花板啦 不仅学历高 颜值高 还都是白领精英 除了两人没留过学 其余都毕业于世界排名减100的名校 什么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等等 上海的精英确实比其他城市要更多一些 何况还是在金融行业 就算这九个人不报名 估计也可以在金融写字楼 得找出一堆有盐有钱的嘉宾 我觉得这一季最大的看点是大家情商都很高 从第四季开始 基本都是一对一配备好 大家心照不宣 谁也不想谁的 反正就是一个节目 没必要狠插一脚 去抢别人已经有好感的人 根据以往的脸宗经验 大家心里都明白 神社比爱情更重要 就好比后面进来的小派和陈宗伦 两人也只对金家月示意拳脚 毕竟前面三队都已经配对好了 又何必去打扰别人 连宗节目之所以好看 言之百在第一位 毕竟好看的人谈恋爱 更养眼 还有一个就是家庭条件都不错 很多网友说节目组怎么都找些海归 高协力海归派才能让观众产生滤镜 你让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七 其貌不扬 只有初中毕业的人上链踪 你还能磕得下去吗 甜甜的 CP让人磕到上头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得不到 只能通过节目感受到这份快乐和向往 这一季最大的亮点是牵手成功了四队 分别是预言CP 六万CP 雪球CP和肉粽CP 腾讯还单独为收官之夜弄了个提前点拨 在最后一起告白夜上 四队CP看似双向奔赴 成功牵手 如此高的配对率不免让人惊讶 进而让人产生疑问 他们四队真的在一起了吗 会不会有的 CP只是线上在一起罢了 其实真正成功的只有两队 那就是六万和预言 老六郭浩然已经搬家到驴 李婉倩只有五分钟路程的家 很多人说老六为爱情付出很多 连家都帮了 小编想说的是 反正他都是租房子住 可能之前租的房子刚好到期 就是换个地方租房而已 李婉倩本身就是自媒体博主 两人成为男女朋友 住得近也方便以后拍情侣视频 奇闻 CP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看两人都亲嘴了 夹上又住得近 所以这一对是稳稳在一起啦 而且告白夜的文案也同时艾特了对方 还有一对是预言CP 两人虽然没有同居 但每天都会打视频电话 分享工作上的事情 每个周末也会相约一起吃饭 所以目前是稳稳的热电阶段 至于两人能维持多久 一切都不好说 也有人觉得里面双玉太公主病 张根元久了会疲累 那是后话了 至少目前是甜的 雪球CP和肉总CP 就是明显为了营业而营业 其实直接看官宣文案 都没有艾特对方就能看出端倪 当时主持人问这两对后续的发展 都在打飞走问 一对说很忙还没时间见面 另外一对说自己很慢热 再尝试接触 爱情本来就如电花果实 真的来电 怎么可能节目录完两个多页还不接触 要了解早在小屋就了解得透透的啦 这回答分明很敷衍 更像是节目组强加的 或者签了合约 要分手也等一段时间 现在先营业 给人一种在一起的假象 薛哲阳和王秋怡 可以说是相互不来电 薛哲阳在节目里也说过 对李逆双语更心动 无奈自己是个慢热的人 看到张根源用了迷你叠就好 李逆双语的天秤开始倾斜 他也懒得表示 刚好看到王秋怡那么主动 他又懒得拒绝 所以得过且过 王秋怡看似非常主动 但也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 节目组要求每位嘉宾 至少要选一位心动男生 其他人更不适合 就只能选薛哲阳了 所以在第九期 他说薛哲阳不是自己的理想型 但会尝试去适应 也变相说出 上了节目只能选人的无奈 王秋怡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成熟 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而薛哲阳第一次看还比较成熟 后面再看就是个幼稚鬼 所以两人都不会喜欢上对方 兽纵组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 兽肉之前说过自己喜欢让他崇拜的男人 很显然陈宗伦根本达不到他的标准 说白了 这个组合里只有陈宗伦的一厢情愿 加上莫娜又不会表达 所以金家月根本就不可能看上他 两人虽然拍了一些拥抱的照片 但都是被逼营业 根本没有情侣间的甜蜜 跟张根源的直接相比 真是越看越尴尬 所以 还在磕雪球和肉粽的可以心形啦 因为他们根本不适合 与其为了节目效果捆绑在一起 还不如各自去寻找对的人更合适